李教授現在有任哈佛大學海外教職 有多年的臨床和研究經驗 羅易華女士也從事社會工作16年 曾經任生命熱線總監 也現任香港大學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策劃總監 開始之前和警隊同事和Mr. Lee 談 我知道警隊已經有很多的 program 是務求令到有問題的同事或者受到壓力的同事 可以早些得到幫助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呢?就是如果一個人受到壓力太久沒有理會 其實那個壓力有時候好像有癌症 所以depression另一個名字叫惡性的抑鬱或者惡性的不開心 為什麼惡性呢?就是他好像癌症一樣 好像毒瘤一樣一路會擴散 他雖然不是在身體擴散 但是他會在他一個人的生活 他的家裡各方面都會擴散引起很多問題 當他這些問題出了的時候 來到他找幫忙就有很大的問題 我舉一些例子 比如說最快影響到工作的表現 然後可能他經常在這裏痛那裏痛不舒服 他自己又不知道什麼事 然後他又會請假 請假假請得多可能又要開博 和上司的關係又會差了 可能上司又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到最後可能甚至沒有工作 這個不單止是在政府部門 我可以告訴你 就算在醫院裏面我經常都看到 甚至我們的醫學生 我們都會有這些問題 所以如果他可以早些幫到他的話 他不用經常去到請了那麼多假 或者去到要開博的話 很多時候就容易很多 等到他要開博 已經請了很多假 整個排版 整個記錄都花了的時候 就算幫到他的抑鬱 之後這些問題未必會處理回到 很多同事有時會看到他抑鬱 看到他有其他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要明白 抑鬱不是一個character weakness 只不過壓力太大了 大到已經受不了 負荒不到 沒有人是癌症的 而且越早 剛才說過了 越早找到幫助 傷害就會越少 怎樣可以接觸到這些壓力 現在報紙很多時候說 血清素 有些病人來到我 都說醫生可不可以給我一些血清素 我覺得血清素只是一個譬如 血清素就是一個 好像一個metaphor 一個譬如 我需要幫忙 其實要治癌症 剛才我想你也看到 那個人的癌症是有原因的 除了那些endogenous 很少數之外 大部分人都有原因 最重要是 治癌他的 underlying cost 究竟他是為了什麼 工作 婚姻 小孩子 欠債 還是其他問題 這個要先解決 除了 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 即使怎樣開藥 怎樣做什麼治療 都是沒什麼用 有時候 除了跟他談的問題 我們都會開藥 為什麼會開藥呢 就是你開孩子太緊張 或者太depressed 到一個地步 他根本都談不到他的問題 他根本腦都亂了 沒有辦法可以談到 那開藥呢 就是令到那個人的情緒 比較好些 好些之後 他很多時候 自己都可以解決到問題 但是很多人都會問 這些藥會不會上癮呢 會不會令到個人性格改變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分開兩種藥 一種就是安眠藥和鎮定劑 鎮定劑 鎮定劑安眠藥是會常癮的 我剛才也說得很清楚 不應該多吃兩個月 但另一類就是抗陰胃藥 以前抗陰胃藥 吃完之後 眼眸口乾 心跳 便秘 餓不到尿 你講完之後 你都不好意思開 我以前都 開了 都根本都沒有 那個人都不會吃 但是現在的藥已經很美 現在的藥是很少副作用 很多人吃著藥 可以上班 可以繼續正常的工作 這些藥 所以這些藥是不會上癮的 不會說會令到個人性格改變 跟以前不同了 或者影響到他 可不可以執行他的工作 這些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開藥的時候 要問清楚那個醫生選擇他開什麼藥 心理方面有什麼可以幫到手 我想可能大家以前從心理科 那裡都聽過 或者是以前的talk 都講過 基本上我們有三類 好籠統的有三類 一個就是分析的治療 分析治療就是 假設我們以前小時候的事情 會影響到現在的 很簡單 我上個禮拜有個 很senior 的manager 他來看抑鬱症 他小時候六歲的時候 媽媽已經過世了 再講講講講 原來那兩個 那個過世的都是養母 那個爸爸都是養父 很明顯他以前小時候的經歷 會影響到自己現在的自信心 自己的depression 那這些情況有時候需要長時間跟他談 然後才可以疏解到以前的emotion 那他才好 那另外一類就是cognitive behavior 就是認知治療 認知治療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有些可能身邊的朋友 那時候都是 常常想事情很灰的 常常都想事情很差的 譬如走過 很簡單 走進來大堂 今天不知為何那個secure 沒有叫我 平常都叫Morning Sir 今早沒有叫我 是不是不喜歡我 是不是我做錯些什麼 是不是我開始地位受動搖 有些人是 有些這麼negative的想法 那particular 我們depress 情緒有壓力的時候就會這樣 那認知治療 就主要針對這些想法 幫他撿回正他 撿回正他之後 他就變成個人會開朗些 自信心好些 就depress的機會小些 那第三種就是 譬如他在人際關係上 包括無論是工作 婚姻 家裡 他都可以有些方法 可以跟他談些人際問題 什麼呢 令我覺得很難處理壓力呢 是的 那麼多事情 那什麼呢 我們發現 就是你通常 如果你自己不開心 負面思想 覺得前途沒有希望 你覺得很缺乏支持 沒有人明白你 又沒有人給到一些錢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沒有經濟不好 還有健康有事 都會令我覺得很難處理 那麼會出現什麼的反應 如果有這樣的問題 如果行動上面 行為上面 就會比較暴力 又會開始有些退縮 或者他是沉迷 沉迷在一些不好的嗜好 情緒上面的反應就是 抑鬱 發脾氣 會哭 生理上的反應 就像李醫生說 就是失眠 病 胃病 等等 或者有一些很驚恐的 我們叫Panic Attacks 這些都會是一個顯示劑 來的 在警隊裡面 我們以前見到很多同事 就是 這麼大個人 又成年人 又 入了警隊 IQ都很高 是不是 就是 站出來都很帥 但是為什麼 很多時候他們 明知那件事 不是這樣想的 他們都會照樣去做 很奇怪 還有呢 我又發現到 警隊的人 特別是 自… 大的 因為其實他們都很自信 覺得自己很厲害 但是呢 其實說到底 問真那句 是自卑 是吧 就是 因為呢 很多時候都會希望 透過別人的 認同 來肯定 我自己是有一個價值的人 我自己 才叫做 OK 是可以的 但是 我等一下會慢慢再解釋 為什麼會這樣 而我們怎麼可以衝破 這種 困局 我希望今天 你聽完之後 你是可以 所以不單止是知道那件事 你還是會 鼓勵到你 真的去試一下 身體力行 去做一些 幫到 用一些優質的方法 去有智慧 去適應一些 人生的一些 順境 和逆境 順境都很大壓力 不是只有逆境 有壓力 好了 那 好了 那 我剛才 李星亦都說 就是一個 認知的方向 認知行為的方向 你要理解我們 我們不能夠 面對壓力的一個 或者出現一些 我們叫做 Mild adaptive behavior 是怎樣的 首先 我們會因為 外在的一些壓力原因 導致我們 中間 是有一個思考的過程 那個思考過程是很重要的 這個思考過程 你可以控制的 外在壓力因素 就是你 沒有辦法 不是你可以 每樣東西都可以改變 但是你的認知過程 就一定是可以改變 如果你改變得好 你行為上的反應 就會變得正面 一些 你情緒上的反應 又會正面 一些 你生理上的反應 亦都會沒有那麼多病痛 所以我今天就特別跟你說 你這個認知的過程 你怎樣去 變得好 我們有幾種很主要的一些感受 因為剛才我們在說一些情緒上的反應 我們主要有幾種很重要的感受 那些感受是會導致 你想清楚 原來背後是有一些這樣的想法 有一些這樣的思想 是主導你 如果你很傷心 很抑鬱 因為你覺得自己很失敗 很沒有信心 很沒有自尊心 當你覺得很挫敗的時候 因為你對自己的期望很高 達不到那個期望 當你很緊張 很焦慮的時候 就是因為你覺得有危機 出事 可能行動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緊張 當你覺得很罪咎的時候 我們叫做guilty feeling的時候 其實內心的思想 就是對自己的評價 我覺得 我是很差 我做不到這件事 我對不起別人 自卑就是覺得自己 比不上別人 很生氣就是覺得自己 是備受不公平的對待 這些思考的方法 背後的思想 就是我們要量度一量 究竟是否真的 是實情 反映現實的狀況 這次如果有些同事就說 唉糟了 我放了這麼久病假 老闆一定是炸營 是嗎 這次還不吊我 我 那我怎麼辦 那你覺得這種思考方法 是什麼 蛤 誇大 誇大 或者就是 他呢 是 很籠統地 就概括了自己 這次 老闆 就會用這樣的眼光 來看他 雖然可能有時候會震 是嗎 沒有辦法 現在 Middle Management 都承受很大壓力 都要給他們一些同情心 我帶來